第四百二十五集 叶绍阳皱眉 他上台唱歌看到我干什么 之后嘉宾陆续进场 做了之后买票的观众陆续进场 整个过程暖红红的 还伴着嘈杂的音乐上 叶绍阳很不自在 也没有什么好奇之心 拿出手机 玩儿最近才学会的消消乐 一直打到比赛开始 参赛的选手都是人气新兴 每一个上台都会引起躁动 叶绍阳也没怎么听 庄宇宁最后一个上台 在跟主持人对话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参赛的歌曲 是自己最近写的一首歌 是为了献给某个朋友 说这话的时候 叶绍阳注意到 他的目光从自己脸上扫过 然后伴奏响起 他坐在钢琴前 开始弹场 歌曲比较舒缓 宁听 能听清每一个字 叶绍阳仔细聆听 开始的开始 我们是两个陌生人 来自陌生的世界 一场缘分的交集 将我们扯在一起 一切都是为了那场相遇啊 在繁华盛芳的季节 在清风拂过的午夜 你的一身白衣 如同天使般的降练 带我离开 危机似佛的永夜 相思从此不分昼夜 几世轮回 阴阳两界 我穿梭前世今生 只为今天的遇见 无常青春 游游岁月 你是在我生命之树 小心摘下的树叶 开始的开始 我们是一对陌生人 走在一起熟悉的世界 最后的最后 我们一起再走 让我走进你的世界 等我走在你的身边 做你的一片树叶 一曲终了 掌声雷动 叶绍阳也跟力气鼓掌 灯光下 他看到庄与宁目光 落在自己脸上 眼睛闪闪的发亮 唱得不错吧 庄才问道 叶绍阳点了点头 这首歌 值得最近几天写的 尤其是歌词 花了很大的精力啊 庄才一有所知 叶绍阳还是点头 他不知道能说什么 这首歌带给他的 只有深深的感动 庄与宁下台之后 主持人上台 与观众互动 评委打分 之后请选手上台 谈参赛感受 一套电视上综艺节目 经常出现的程序走完 终于宣布奖项 不出意外的 庄与宁获得了总冠决 评委一致给出了一句 简单有力的评语 歌曲优秀 演唱更是情真一切 然后是隆重的 加冕仪式 庄与宁的粉丝团 瞬间冲到了舞台下 欢呼起来 挡住了视线 我先走了 回头帮我祝贺于宇 我为她骄傲 叶绍阳站起身来 对着庄才说道 你现在走 庄才吃惊地说 于宇说 等演出结束 有一件重要的事 要告诉你 下次吧 叶绍阳笑着笑 我会回来的 然后不顾庄才的阻拦 钻入人群里了 半个小时之后 颁奖典礼结束 庄与宁卸了庄 在休息室见到的父亲 父女俩兴奋地抱在里齐 总冠军 星途无良啊 庄才送上了 作为父亲的祝福 庄与宁很兴奋 有些害羞地说 今天有两件事 我刚完成了一件 如果接下来那件事成功了 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说完环顾左右 怎么不见少阳哥 庄才塌了一口气说 唉 走了 庄与宁愣了一下 拿出手机 想给叶少阳打电话 才看到有他发了一条短信 看了一眼 整个人都冷住了 怎么了 庄才看他神情有意问道 他回家乡了 沉默良久 庄与宁黯然说道 眼眶微微有些发红 庄才拍着拍他的肩膀说 他让我转告你 他会回来的 庄与宁咬了咬嘴唇说 那我就等他回来 此时 叶少阳已经坐在了 开往宇宙的高铁上 他一个人来到了车站 上车之后 给所有朋友发去了 提前离开的短信 之后 谢雨晴和周静如 轮流打电话责骂他 叶少阳好不容易安抚下去 揉了揉被吵疼的耳朵 靠在椅背上 耳边反复回荡着 庄与宁之前演唱的歌曲 在他演唱会之前 介绍过歌名叫做 你的一篇书页 书页两个字 八成就是为了暗示自己的姓氏 叶少阳暗暗塌了一口气 体会到了被人惦记的 压力 看着车窗外景物变换 叶少阳又想到了 几年没有回过的家乡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模样 那个尸杀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师父又是从哪知道 他再度出事的 直觉告诉他 惊得差点跳了起来 你走之后我就去找平平了 跟他说了情况 就当是旅游了一场 顺便赚点钱嘛 他也答应了 正好他最近要忙考试 没时间陪我 我查了车次 然后买了票上来了 小马怂了怂见 就这么简单了 叶少阳笑着起来 往他胸口上打了一拳 穿你妹的钱 没人跟你钱呢 再说你这货也是 干嘛非要跟着我 小马挠了挠头 我也不知道 好像冥冥之中 有一个声音 怂恶我跟着你走 叶少阳知道 他是在找借口 瞪了他一眼 没有反驳 对了 那你怎么坐在这 你怎么知道我的座位好 我不知道 我位置在隔壁车厢 一路找过来的 看你这没人 故意给你个惊喜 小马拿出了手机 划了几下 打开了一个新闻界面 递给叶少阳看 标题是 庄宇宁夺送冠军 现场演绎深情表白 现在网上都在猜 鱼鱼那首歌是对谁唱的 不过也有人认为 这是一种炒作的噱头 叶少阳冲小马 挑了挑眉毛 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啊 跳车会撞死的 叶少阳一句话带过 不再谈论这个话题 几个小时之后 火车开到豫州 叶少阳带着小马下车 搭车到汽车站 买了一张票 到怀上线的汽车票 在外面小馆吃了午饭 休息了两个小时 才坐上汽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